前隆年间 有一位彭少生居士 他辞官退演在苏州闻心阁 与妻子和两个女儿一起 持战念佛 经常和他们一起读经 拜佛参禅的 还有他的朋友 学者罗台山 和彭居士的直媳妇 陶琼楼 罗台山居士 遍读大成经典 佛学知识渊博 且斋戒清净 志愿很大 经常闭关念佛 琼楼孝敬父母 行事仁慈 常行不失 亲朋好友 和周围的人 都称赞他心善 有一日 彭居士 与罗台山 探讨棱言经 在一旁听闻的琼楼 不明白 什么叫 纯情即堕 纯想即非 罗台山居士 对琼楼解释道 我们的心 从情和想上 分出堕落 和飞升两条路 纯情即堕 是说 如果纯粹是情 就会向下堕落 世间的贪欲 称慧等 都叫做情 纯想即非 意思是 不沾染情 纯一 是清净地想 就会向上飞升 琼楼听了 和掌赞叹 琼楼深知 自己念佛 不如罗台山精进 且戒品不全 他写下 情想分图四个字 悬挂在室内 勉励自己 自此 琼楼更加静心念佛 深信净土 立志往生 琼楼家庸人 不小心 打碎了一个 名贵的花瓶 吓得不得了 琼楼安慰他说 他和普通花瓶 没什么区别 以后小心就是了 有一年八月十五 家中开堂会 请戏班来唱名剧 牡丹亭 看到剧中人物 跌宕起伏的命运 女眷们都抹起了眼睛 穷楼面无表情 一语不发 彭居士问他 为何对名曲视而不见 穷楼回答 执习我随顺家人 坐在戏台下 但心中想的是 西方净土 其实我们的人生 就和这戏文一样 爱恨情仇 都是自己心的显现 想得太多了 会下舵的 1778年冬天 罗居士45岁时 忽然生病 卧床不起 家眷亲朋 每日轮流服饰 悉心照料 临终时 彭居士也来到病床前 只见家眷们 及幼儿伤心而泣 罗台山在最后的时刻 眼睛望着自己的妻子儿女 分外不舍 并未念佛 彭居士 彭居士在一旁 替罗台山 担心叹息 没想到 这么多年的功夫 在此刻 全没有用上 琼楼后来 生了很重的病 他在病中 很少说话 一心念佛 琼楼临终那天 忽然精神大好 亲友们问他 可还有什么事未办 他表情平静 神态安详地说 我无有丝毫牵挂 便再无多话 到了中午时分 琼楼缓缓合掌说 大和尚来了 我走了 家人还未及反应 他以面露微笑 合眼兮趣 爱根很难拔除 罗台山对情想分途的道理 早就明白 但他临终的时候 免不了情职 看着亲属恋恋不舍 他没能战胜 内心的情欲 琼楼对净土的信愿 非常坚固 虽然平时功夫和持戒 比不上罗台山 但他临终的正念 远远胜过罗台山 所以感得观世音菩萨 前来接引 彭居士后将 执习父陶氏琼楼的故事 纳入 重定西方工具 流传后世 临终的念头很关键 这时心系净土就得往生 心里贪恋不舍 就继续轮回 心生恼恨 就很可能下舵恶道 可以说 何去何从 只在一念之间 同生极乐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